平常商家間的戰爭 拼的是顧客數量以及營業額 但現在大部分店家都因為疫情必須關閉 那究竟要怎麼一起度過這個難關呢? 今天就讓每日商業帶你一探究竟吧 教點觀點 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是教點觀點的安迪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 2020年4月8號由張芳玉所撰寫 並且刊登在商業週刊的文章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餐飲業與樂業在疫情的影響之下 該如何做出改變才能繼續生存下去 美國地方電視財News就報導 在奧克拉荷瑪市一家冰淇淋店長發現到 因為疫情的緣故 人們現在去不了喜歡的餐廳或是書房 所以他就想出一辦法 他設計出一系列的選物盒包裝 而且他主動去接駕在地的商家 結合各商家的商品 並且由各商家共同組成的城市選物盒 於是這家冰淇淋店搖身一變 就變成了物流配送中心 他跟他的夥伴開始包裝 從在地店將帶回的商品 並且放到他們所建置的新的網站上面 讓顧客可以從上面下單 除了會整所有店家商品 在城市選物盒之外 這家店的店長跟夥伴 更推出了多個行進式的選物盒 譬如說內含披薩或是冰淇淋蠟燭 或是酒的約會盒 或是內含雞尾酒DIY 雞尾酒杯糖漿 或是客製華SpaRuby 音樂清單的快樂時光盒 這個選物盒所表現的 不僅僅是店家想要活下去的動力 更是努力在艱難時刻 創造完美谷歌體驗的有趣創意喔 這樣的一個音樂盒 售價從45塊到115塊的美元不等 僅僅兩個禮拜 這家店的店長跟夥伴 就賣出超過500盒 其實許多地方都出現類似的創意 根據地方媒體今日查爾頓的報導 一家烘焙房的兩姐妹 也集合在地的餅乾店、製品、肉品店或是牧場商品 推出近一代的選物商品 其實選物盒的這個概念 並不是完全新鮮的概念 根據愛爾蘭廣播電視的報導 一個愛爾蘭團隊從2017年 就推出聚合當地出廠的茶包、調味料 或是零食選物盒等等的Peddy Box 創辦人Mark也說最近的選物盒賣得特別好 是因為許多人因為疫情長時間分隔兩地 藉由載滿各式的商品的選物盒 能夠傳達我們對他們的關心 最後經驗店店長在他的新的網站商品上也描寫到 城市之所以存在是建立在社群之上 這次的疫情奪走了我們在喜歡的地方 跟喜歡的人消磨時間的機會 這個城市的選物盒就是要將奧克拉和馬市的在地生活 帶進你的客廳 我很喜歡這篇文章最後下的結論 他說不管是選物盒或者是商品的社長 外送的服務在這個人人自為的慘淡時期 各公司將自豪的商品放在一起送到顧客的眼前 創造了難能可貴的多營局面 好的那今天的每日商運就到這邊 雖然有許多的餐飲業或是娛樂業因為疫情受到極大的影響 但是危機就是轉機 或許我們可以像這間冰淇淋店的店長一樣 對於人們的生活不便跟是沮喪並不感到失望 而是盼望帶給人們希望而創造性的商業模式 讓平常享受到的娛樂或是餐飲在自家裡能夠體驗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加入焦點觀點PLUS這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交點觀點PLUS 電力commercial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 掰掰